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人员透过杨天迪 今天是7月2号 礼拜一 那早排我们看起来不错 因为上个礼拜五大涨 可是冲上去杀下来 我们最高攻到了季线的位置 那可惜啊 可惜攻到季线就被杀回来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结构 就是等于发现到一个关键点 季线没办法上去 如果能够延续上个礼拜五的一个走势来走的话 那其实今天很容易站上季线 但问题就是全职股又不给力 全职股又不给力 你可以看到上个礼拜五大涨的鸿海今天又大跌 上个礼拜五涨三个百分跌吧 今天又跌2.5 2.6个百分跌 所以目前看起来外资的一个动作 大概还是站在卖方 还是站在卖方 只是说现阶段来看 因为外资在台股的卖超的资金 从今年以来就卖了2600亿 那卖完没有 重点是在卖完没有 那目前来看 如果纯粹就技术面的角度来讲 那季线没有办法站上去 但季线不去反压嘛 因为它的下滑力道不是很强 你看就知道 只是说碰到这个位置之后 大家不愿意追了 然后碰到这个位置之后 外资又站在卖方 所以就造成它的一个下沙下来 打回来这个量又比较大 又比上个礼拜五的一个长虹棒 来的这个量稍微大一点 上个礼拜五 原先以为是外资买的 结果外资也没什么买 买了20几亿而已 不过它主要是在期货的部分 就是大增了将近3000口的一个多单 这是在昨天的部分 在上个礼拜五 所以我想外资现在也是很彷徨 为什么彷徨 到底要不要继续卖 还是说把资金移出去 因为今天的一个大盘为什么弱 原因是亚洲都很弱 首额指数大跌了2.34个百分点 日经指数也跌了2.2个百分点 所以台股在尾盘就杀下来跌了0.5个百分点 我们已经相对比较强了 但是问题的重心点就是这个东西 道琼奇 道琼的每股的电子盘是大跌 所以我想是造成今天台股杀尾盘的 最主要元凶 好 不管如何今天大盘的结构 仍然有强势的族群 这个强势的族群叫什么 被动元件 尤其是从MLCC开始 好 所以国具的部分 今天已经来到1230块 它的高点是125 准备要创新高了 我有跟各位谈过 国具的部分 虽然外资是站在买方的 外资并没有大买 那因为大咖被卡住 所以它不可能在这边掉下来 但问题的重心点是 当国具拉上去之后 假设是外资站在买方 那个地方才有可能让大咖跑掉 所以我想因为国具快除全息了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 我跟各位谈过 大家是不参与 基本上是不太参与除全息的 但不管如何 国具今天已经准备创新高 更厉害的是我的华信科 创了历史天价 华信科已经来到了458块半 当时我们3月1号88块再买 然后大涨上来涨了370块 涨了4.2倍 也就是说现在一张的华信科 370块的价差 10张的华信科是370万 就3月1号我们带会员来买 现在的一个部分 华信科的部分 之前有一波沙盘 很多人在问老师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 华信科的最后的基本厂把它卖掉 就零成本 我说不用卖 不用卖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现在我们看MLCC MLCC的它的技术门槛是比较高的 我有跟各位谈过 在整个被动元件里面 MLCC的技术门槛比较高 然后它的涨价幅度又比较大 除非它不涨价 它不涨价 我们就会再卖方 所以目前来看我还持续持有 基本上我们持续持有 在今天创下的历史添加 好 我不是要讲我的华信科有多厉害 而且我要跟各位谈一个观念 现在你在买被动元件 你只能短线 你不可能长线 因为你买的价格是在400块 甚至来到了450 换句话说 你现在在做华信科的部分 基本上会比较偏向 被动元件的部分 会比较偏短线 这就是为什么整个人气跟资金 很容易集中到被动元件身上来 因为它的买力很强 我的一线的龙头在往上走 所以我其他的被动元件 就很容易跟 这是跟的一个概念 所以人气一直没有办法 从被动元件释出来 其他的次族群就很惨了 所谓很惨就是 可能强个一两天就结束了 LED是这样对吧 光学 我的光学 我们不要讲别人 我们的光学也一样 对 这个4976的嘉宁 在上个礼拜很强 今天下来了 3059的华金科 在上个礼拜很强 今天下来 好 这就是最近盘面结构当中 其他的次产业 它的延续性就不够 所以我一次强调一点 就是说现阶段来看的话 变成大盘 你其他的股票 其他的族群会比较难做 因为资金永远逗留在被动元件身上 所以就产生一个问题 资金从其他的族群移出来 移出来之后转进了被动元件 所以相对来讲 法人会不会这样做 法人也会这样做 如果法人也这样做 那就变成其他族群 法人会占到卖方 所以很多人在问 有人在我的脸书上留言 说我来回答一下 我在广播当中回答的更清楚 因为李舟TV的部分 我可能回答的一个 因为我时间比较小 比较少 所以我没办法回答太多 基本上就是有人留言说 上盈的部分 今天上盈是大跌 跌了10块钱 跌了2.7% 从360跌到350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 今天上盈下跌的部分 是因为上个礼拜 我出了一个 出了一份的 出了一个报告 外资就公布了一份报告 就是美系的外资 调降上盈的目标价 到479块 就相对来讲 美系的外资降频上盈 好 就有投资朋友在问 那我来回答一下 我可以回答 没什么问题 你只要问的问题是对的 我基本上都会回答 所以我想上盈 他的一个问法 就是说上盈已经跌了一大段 外资又降他的平等 是不是就是所谓的阴谋论 就是降频之后 他会站在买方 我先跟大家回答一件事情 研究报告是研究员写出来的 买卖动作是外资的客户去做的 所以研究报告 外资只是拿来参考 买卖的客户他只是拿来参考 他要买要卖 是跟他的研究报告是没有关联的 好 至于说有没有阴谋论 以今天的走势来看是没有阴谋论 为什么 因为上盈的股价跌跌 所以这份报告是下降频上盈 所以他的客户应该还是站在买方 所以基本上是这样 不过我肯定一件事情 我先肯定一个筹码面的观念 就等于说通常 当你的客户 我在降频一家公司的时候 大部分我的客户大概都已经开始来卖了 而且已经卖了一个阶段 所以上盈股价是不是外资一支卖一支卖一支卖 其实已经卖了一个阶段 等到这个研究报告出来的时候 其实他们只剩下最后能卖的空间就减少 应该这样看才对 换句话说 现在他并没有阴谋论 就是他降频而站在买方没有 好 但是外资的看好国具 他却是站在卖方的 好 所以就看后面 他的客户愿不愿不愿把国具追回来 如果把国具追回来 那大咖才跑得掉 同样的我们反推回来 上盈的部分 外资是本来就站在卖方 直到上个礼拜五 美系的外资降频了 降频之后 剩下就看现阶段 他的客户卖完没有 我刚才谈到 比较肯定的问题就是 他其实已经让客户卖了一段之后 他才会公布这个讯息出来 好 就等于说 剩下就是看他的客户卖完没有 好吧 我想这第一个 研究报告买卖的一个部分是在 研究报告是研究员写的 买卖的动作是客户做的 所以相对来讲 如果他要这个 剩下就是看他的客户卖完没有 但是我刚才谈到 就是我比较肯定就是 这个报告出来之前 他的客户已经卖了一段 已经卖了一大段了 好 这份报告出来之前 其实我们先看这份报告好了 他是这么说的 那美系的外资 调降上盈的目标价到479 其实上盈是350 调降目标价从580到479 就调降了100块 但他的股价远远不到400块 所以这一部分的报告 基本上 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 第二部分 他虽然调降了目标价 从580降到479 但是他重申买进平等 好 所谓重申买进平等 就是他认为现在的上盈是便宜的 他就是建议是这样的买方 那这要看他客户的问题要不要买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我看了一下他的一个写的一个报告 就是今年他把未来三年上盈的获利 稍微修正 像今年的 他原先估今年上盈会赚19块 那这一份新的报告出来之后 上盈的从今年的19块 降到了18.28 其实小幅调降而已 并没有大幅调降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 今年是赚18.28 明年的EPS是19.59 我就用美西这份报告 那后年是21.77元 好 如果用479来评断 他的一个报告写的部分 用他的本益比好来去算 就是479去除以今年 他预估可以赚18.28 我得到的一个本益比是26.2倍 今年明年的上盈是24.5倍 后年的上盈变22倍 好 也就是说这份研究报告 其实他认为现在的上盈 基本上是超跌的 所以相对来讲 他还给今年的上盈有26倍的本益比 好 这是他说的 我们先不谈把他摆在一边 在这份研究报告出来之前 最早是日系的 记不记得大和资本 也调降了上盈的目标价 调降到了433 好 美系的是说479 日系的是说433 那另外一个部分来看的话 就等于说 他把上盈调降成为中立 不是像美系的是买进 这是之前的 好 那日系的大和资本调降了 这个上盈的目标价到433 然后我再去除一下 他这个以今年的一个18.28来除 其实日系给的本益比较23.6倍 以今年来算 美系给的是26倍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关键点 现在不管所有的外资的动作来讲 基本上给上盈的本益比都超过20倍以上 好 就是即使我调降你的平等 但我给你的本益比还有23.6 日系给23.6 美系给了这个26.2 那现在的上盈呢 如果是18.28 换句话说 上盈的365块 才叫做本益比20倍 现在上盈的本益比350块 所以他的本益比大概落在11倍 这个20倍 19倍到18倍到19倍之间 所以现在上盈 当然是超跌 如果以这样的状况来看 基本上是超跌 但股价的一个走势 不是说我说超跌 他就一定会涨 所以我要看什么 我要看外资的卖出的动作减轻没有 好 所以我再强调一次 股票影响股价的因素有很多 其中比较重要的两个因素 一个叫基本面 一个叫筹码面 那基本面影响是长期趋势 筹码面影响的是短期趋势 那现在上盈的筹码面是不利的 因为外资是正在卖方 所以他的短期趋势是不利的 但是因为长期趋势的角度上面来看 外资还愿意给23倍跟26倍的本益比 也就代表了 相对来讲上盈在跌完之后 就有机会做报复性反弹 但要跌完 要跌完 也叫做以跌止跌 或者让你自然落底 或者有大咖进来接 这个大咖大概是要看周永财 看佐董 那基本上目前来看的话 他是比较偏弱的 好不好 所以我想我将来解答 你大概就清楚了 外资的报告虽然看坏 但基本上他们认为 现在的上盈其实是超跌的 剩下就看他们什么时候卖完 好不好 如果说上盈将来谈上去之后 我们再针对本益比的修正 再去做一些调整持股的动作 然后就行了 不需要去卖到低点 这是我的想法 所以我想不管如何 股票市场本来就有基本面 跟技术面的不同点 譬如说矽晶圆的状况也是一样 矽晶圆现在有没有任何的问题 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没有任何问题 问题基本面是没有任何问题 但从马面一样 外资站在卖方 所以没辙 我刚才谈到 我说为什么现阶段的矽晶圆 不会受市场的青睐 因为资金都跑到哪里 跑到被动元件身上去 所以大咖的资金也在被动元件身上 那小咖的资金也不会买矽晶圆 所以矽晶圆的股价就相对来讲修正回来 现在的问题就是有人用了一个比较 我觉得你说它合理也行 有人用了SENCO的一个本益比 来跟我讨论矽晶圆 没错 SENCO今年的本益比 目前的股价的本益比 大概在12.5倍 12.5倍 那相对来讲 比我们的台胜科 比我们的环球金都来得更便宜 然后本益比更低 我之前有跟各位谈过市场性的不同 我现在跟各位谈另外一个东西 SENCO的产品线不是只有半导体细晶圆 它还有太阳能细晶圆 所以它的形态有点类似中美金 而不是类似所谓的环球金的概念 你一定要清楚知道这一点 当然没办法 就是它股价修正回来 这环球金股价修正回来 台胜科也修正回来 好 所以为什么这个SENCO的本益比没有办法拉高 因为它有一部分是属于半导体 这个太阳能细晶圆 大家都知道太阳能细晶圆在什么 在叠价 所以太阳能的一个部分是在亏损 所以我能够 它有一部分在太阳能细晶圆身上 我能给你太高的本益比吗 当然不行 我再用中美金的例子为一个例子好了 中美金现在杀下来 中美金它是本身是很高的 它是太阳能细晶圆 它是因为拥有50.8%的环球金 所以它变成有一半是属于半导体细晶圆 但问题的重心点是环球金的部分来看 我用今年环球金可以赚30块的角度来看 不管那个股价跌不跌 它今年获利是稳定的 我先跟各位报告 环球金股价虽然跌 但加今年赚的钱是稳定的 它不会掉下来 为什么 因为细晶圆的报价 现在12寸细晶圆报价是没有涨价的关系 所以资金跑出去了 就没有留在这边 但问题的重心点是 环球金在股东会当中说 未来4年 12寸细晶圆的报价都不会下滑 都不会反转 就不会下滑 所以它只有涨不涨的问题 那个报价 所以以这样来看的话 我就很容易去评估到 今年的环球金可以赚30块 大概有的评估29块 接近30块左右 如果说以环球金 今年会赚30块来计算 我去算了一下 换算一下中美金跟环球金的 那个股本 然后去乘出来 它可以贡献给中美金叫11块 EPS贡献11块 那你会觉得中美金的股价 现在这115块 所以它很便宜 它本益比只有10倍 别忘了一件事情 中美金的本益比 虽然只有10倍出头不到11倍 但中美金有一个太阳能在亏损 所以今天贡献给你11块 是半导体细晶圆的部分 就要看你太阳能细晶圆 你的亏损幅度有多大 如果你的亏损幅度是2块半 假设是3块钱 今年的中美金大概就是 环球金贡献给它只有8块钱 11块减掉3块钱的亏损 所以你要这样来看才对 所以相对来讲 中美金的本益比会不会拉高 不会拉高 因为它有的一部分就跟信悦一样 跟SENCO一样 它有一部分是属于太阳能细晶圆 这样理解吗 所以我想现在的细晶圆 也不是市场的主流 所以你有两个做法 一个做法就是 短期间你要撤退也行 因为它不是主流 我要等到12寸的报价上来 它才有可能涨 现在是不会涨 现在就是Brentice 站在卖方在打 那会打压 第二部分就要看它的本益比 市场愿意给它多少倍的本益比 所以环球晶今天大跌 那市场愿意给它多少倍本益比 以目前今年赚30块来计算 目前本益比是16倍 就是市场愿意给半导体细晶圆 多大的本益比 这才是关键 你不要再跟SENCO的12.5倍来比 因为SENCO本身还有太阳能细晶圆 所以环球晶 纯粹就是半导体细晶圆 然后我们台胜科 纯粹就是半导体细晶圆 它是没有太阳能细晶圆的 另外一个部分来讲的话 就等于说 现在应该这么说 你可以不进来 你可以不进来 你可以等它盘底怎么样都可以 一种方式是等待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 你撤退去换到别的族群 但是我跟你谈过 除了被动元件之外 其他族群很难做 有没有 你有没有注意到其他族群 其实很难做 好像冲上去股价就杀回来 那个夜城冲到200块 就从200块给我杀回来 所以你会发现到 很多的股票已经很难做 所以就等于说 你可以退出去之后保留现金 这是一个方法 然后等到12寸的细晶圆报价 真的上涨之后你再回来 那个资金会回来 好 那个时候大咖的资金会回来 第二部分来看的话 就等于说 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 跟各位来思考 不卖有没有关系 短期间受到充满面影响 但长期的趋势如果向上的话 当然就它需要稍微忍耐 就像巴菲特 我们称之为股神巴菲特 巴菲特在买Apple的股价的时候 苹果的股价的时候 那时候的苹果的股价 都杂音一大堆好不好 所以当时巴菲特110美元 买这个苹果的股价 那Apple的股价 从110美元跌到了89.5美元 记不记得 那时候很多人来笑巴菲特 这个买110 然后跌到剩下89.5 后来的Apple涨到194 当然这个地方的结构该怎么看 就是等于说巴爷爷 他是本身具有眼光在看 但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就是短期的股价趋势的影响 是市场面的一个交代 但长期趋势的影响 就看你基本面的反应 所以我想以这个状况来跟各位 分享一下我的一个看法 但不管如何 今天的一个大盘跌下来是事实 短期间来讲 大概需要做沉淀的动作 那我们也希望他赶快沉淀完 拉回来之后10800点 希望他明天给我收回去 今天收在10777 那如果收不回去的话 可能还要回测一次年限 那回测年限之后 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回稳 就看后面的量价结构如何 当然台币不要再贬值 是最重要的关键点 否则外资的移出所造成的卖压 那市场很难接得下来 谢谢您接受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本公司已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神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有资料价 rotary 总监 请均宫